这几次的空袭行动 的确是对伊斯兰国造成的一些伤害 所以气得伊斯兰国甚至的开口说 你有种就下来地面上打 不要在天上光轰炸而已 所以到底美军的这样的轰炸的一个策略 是炸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下我一个来补充 好的 这次美国他们对伊斯兰国的攻击行动 基本上来讲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 发动这个攻势 它这个第一个部分 它是用到它的驻欧空军 美国驻欧空军在德国 还有意大利都驻有F-16战机 然后这些F-16战机 而且还都经过改装以后 是美国现在F-16战机里面 比较新的一批 像我这次看到他们这个影片 它这批战机从土耳其 还有从亚利过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有经过空中加油 然后空中加油的时候 就有看到那些F-16底下满载的炸弹 而且它除了满载的炸弹之外 就是它包括带了雷射 你看像这个镜头上 它那个飞机下面 就带了雷射导引炸弹 这架飞机是带了雷射 是带了雷射导引炸弹 但是后面另外一架飞机出现的时候 还真把人吓了一跳 因为什么 它上面还带了所谓的反辐射飞弹 什么是反辐射飞弹 反辐射飞弹 它是执行一种任务叫做 敌防空网压制 就是去压制敌人防空网的任务的 也就是说今天刚刚赖老师讲嘛 那个叙利亚对不对 基本上是被告知 被美国告知 我现在要到你的境内去攻击这些 这个恐怖分子啦 叙利亚是to be told 我们是被告知的嘛 没办法对啊那美国也太强了 再加上美国它的这个部分 你看像这架 它那架飞机套 它那个右边的翅膀底下挂 那个长长的 就叫做那个高速反辐射飞弹 高速反辐射飞弹 在第一次波安战争的时候 跟第二次波安战争的时候 特别第一次 把整个伊拉克防空系统 全部打瞎了 这么厉害啊 对它只要侦测到敌方雷达 飞弹一发射 那个飞弹就会朝那个雷达直直而起 这等于把人家戳瞎了 人家就没办法只能挨打啦 对所以叙利亚 它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我如果一旦打开我的雷达系统 对付这些美军战机 那美军可能就会用 这些反辐射飞弹对付它 除了这个之外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美军的这个战机 他们从波斯湾的那个 老乔治布希奥航空母舰上 起飞的这些战机 飞到了这个伊拉克 然后再到叙利亚境内 执行攻击任务的时候 还有电战机伴随啊 也就是说今天它来的时候 它不但会我们刚看到 用反辐射飞弹打你 也会用那个电磁的那种 压制的方式 把你整个那个雷达 全部给盖台盖掉 那而且美国他们这次 也还派了这个巡洋舰 就包括像在那个 波斯湾上面那个菲律宾海号 还有在红海的那个 阿莱伯克号的这个驱逐舰 对它这边发射 四十几枚的巡异飞弹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昨天才讲的巡异飞弹 一枚射程可以达到1700公里 对其实达到这个距离 其实还是相当的短的 所以对于这个巡异飞弹来讲 绰绰有余啊 是 真是绰绰有余 你看它这个是从菲律宾海号上面 每隔14秒发射一枚战斧飞弹 直到这样14秒一枚出去 14秒一枚出去 那个速度真的可以说 是非常的可观啊 那美国它这一次 它在进行这个空旗叙利亚的时候 它其实攻击的目标 主要不只是就是说阿勒伯这边 其实整体来讲 整个那个攻击的目标 它除了在那个阿勒伯这边之外 另外它其实中部 还有它的这个东部 这个部分就是IS的这个部队 这个集结的这个地方 都遭到了这个攻击 那美国攻击叙利亚军 它最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是攻击它的这个训练中心 这个ISIS这个占领了不少 叙利亚的这个军队防射 你看砰就炸掉 而且连IS三枚你知道 而且那时候你在看 它这个完整影片的时候 其实在飞弹爆炸之前呢 还有那个兵在附近闲晃闲晃 那当然爆炸的时候 那兵也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应该就再见了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攻击它训练中心 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ISISIS 这个指挥中心 那个另外还有一些战车啦 武器啦等等 其实早就都被美军锁定了 当然你说没错 美国现在开始进行这个 反ISIS的这个一系列战斗 这只一个开端 ISIS也会跟他呛下说 你有种你下来 你有种你下来 因为真的被轰啊 真的没办法 而且打不了啊 其实我跟你讲 这种声音还是不要乱呛的 真的啊 你知道美军它基本上来说 它如果今天一旦 真的要对你怎么样 它有没有可能 动用地面特战部队 比如说它已经很清楚了 知道了你的这个 那个巴格达迪人在哪里 它是不是就有可能派特战部队下来 把你格杀 或者说像当年去抓那个 在索马利亚去抓那个军阀 那种方式 去把你用外科手术式的侵入攻击 而且因为当年在那个索马利亚 为什么演变成黑衣行动 因为那个行动本身要低调 所以它没有很强大火力支援 但是现在那个IS 这个伊斯兰国动不动就在这个媒体上面 把人这样头给砍了 你说这个对于这些美国 或者这些其他被砍的国家 这些盟邦来讲 我现在还管你这么多 所以一旦今天要进行它地面攻击 或者说是派遣那种特战部队 去抓它这些首脑人物的时候 我跟你讲它绝对是重武装 而且强大的这个空中 掩护伺候 然后人员进去把他们都抓出来 所以就是重攻击就对 但既然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